大家好 下面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Windows 10 如何使它更加高速化 OK 首先我们从开始的菜单进来 最左边的设置开启 设置里面找到隐私开启 好 在左边的菜单我们拉到最下面 有后台应援 开启后台应援 好 这边的所有的APP 就是软件都是Windows 才默认的开启的 在后台可以运行的软件 很多都是我们不必要的 我们渐渐把它关上 好 像第一个 3D Build 可以把它关上 第二个 Candy Crush Shoda Saga 我没玩游戏也把它关掉 再像 Groove 音乐 也把它关掉 因为这些我们都 我很少在电脑上听音乐 下面还有很多 不必要的东西 我们都可以把它关闭掉 有的是实在很需要的时候 我们再开启 这样我们就可以 使电脑轻松 加快电脑的速度 OK 这里一定要设置好 好 那我们 那我们 关闭后台运行 就讲到这里 OK 好 好 下面第二个例如 我们同样是 从开始菜单进来 这时候我们从 控制面板进来 找到系统和安全 打开系统和安全 找到电源选项 打开电源选项 好 左边的菜单里面 有选择电源按钮和功能 点开 这时候出现了更改当前不可远的设置 点开 点开以后 在关机设置里面 有 起愿快速启动 这有助于关机之后更快的启动电脑 我们在宽格给它挑起来 然后点保全修改 好 这就有助于我们 下一次启动时更快的启动我们的电脑 好 今天我们就讲这两方面的内容 希望大家喜欢 下一次再见 拜拜